帮他加第四个问题 自民党要不要公布一下 他的政治现金 有没有来自动静电力公司 严重怀疑 你如果这么有效 可以过滤所有的辐射因子 你应该可以得洛贝尔奖 连三问 中方对日方连三问 问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很简单 那就是 为什么日本要刻意强调 穿元素经过稀释处理 但是还有其他 就是刚刚讲60几种核元素 你怎么都不验呢 再来第二 为什么日本不进行 全面系统性的海洋环境监测呢 你就只相信冬电的结果报告 那冬电过去 有多少那种欺瞒的历史 劣迹斑斑 中方因此对此不满 再来为什么日本拒绝 其他利益攸关方 共同参与建立国际监测机制呢 对啊 把IAEA国际元素 把它当做挡箭牌 然后呢 你不让另外第三方加进来一起来做监测 这是不是根本你日本自己有鬼 两个 帮他加第四个问题 好来 自民党要不要公布一下 他的政治现金 有没有来自东京电力公司 是 严重怀疑 因为坦白讲 我注意这个新闻很久了 那个时候日本他们在比较科学的讨论 认为处理这个核污水大概有五种方法 技术上的方法 那东京电力公司最后采取的就是最便宜的方法 就是排海 然后用ALPS过滤 然后他说它ALPS是十年来的改进版 那你如果这么有效可以过滤所有的辐射因子 你应该可以得洛佩尔奖 你可以卖给全世界 为什么没有人买呢 为什么没有人买呢 对不对 我连我们台湾都不知道 那他不让别人到现场采燕 都是东京电力公司提供给你数据 所以这个当然 因为我当立委当十年 我直接的联想就是一定是收了钱 因为东京电力公司已经民营化了 它现在是民营公司 那他后来拿出来的预算是大概34亿 34亿日币就可以处理这件事 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后来提出一个方案 是340亿10倍 也是日币 日币 那还是比你岸田为雄的700亿 作为这个预算 那个是大外宣嘛 是啊 他不接受啊 所以合理的怀疑就是 因为700亿是国家预算 可是他这次现金是到政治人物的口袋里 这个合理怀疑 然后你去想一想日本的水产品到中国大陆 一年的销量22%就差不多820亿日币 到香港700多亿日币 两个人加起来是就是1500多亿日币 怎么会有这样硬干的政府呢 就你稍微估算一下 我觉得他大概就是估算说 中国大陆大概只会进我福岛的桌边实现室 那可能一个月就停了这样 可是这个就是很离谱的估计 你为什么会这样估计呢 那他大概认为美国搞定韩国了 那韩国不会来惹我 问题是韩国现在 在野党是酝酿在国会要提案 然后文在寅也出来抗议 那个跟尹锡悦选的那个李在明 讲话更直接 他说尹锡悦是日本走狗 他连这种话都出来了 这讲话比我们赖教授还要凶狠 他不算凶的啦 不是 他是跟尹锡悦一起选总统 他讲到这个程度 我跟你讲 韩国的尹锡悦的国会的席次 他300席只有115席啦 我认为他的政治风暴就快来了 这国会不可能不讨论的 是啊 我看到时候你怎么办 而且我刚刚跟孙大谦同台他跟我说 他说事实上他这个北漂 美国有一个人计算个模式 说漂到美国不一定浓度会降低 对 他会叠加你知道吗 对 那圣地牙哥有一个评估是 到时候他的浓度是浮导将近1000倍 因为清华大学的评估也是 美国的会比中国大陆的还要更浓 还要更浓 因为这个是跟海潮有关系啦 你就去祈祷阿拉斯江加州都没有意见 我才不相信 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说 因为一般的民众 不论是美国或者是日本 我所看到的日本呢 很多就是媒体报什么 他们就相信什么 官员说什么媒体写什么 然后民众就信什么 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民调 对 就日本的民众目前表达可以理解的有67% 是 可是还是有33%不能接受 是啊 我是讲日本 是 那美国的渔民就随便啦 美国的环团就随便啦 那比日本更激烈啦 我跟你讲 撤出来如果一旦有了 对不对 你一旦被撤了 美国人一定会照实说的啦 到时候我看你布林肯 跟拜登能不能再坚持 对 那所以就等着看啦 但是现在南韩真的风暴来了吗 因为也躲不过 你看看现在 所以南韩在忙什么 这个总统尹席月 他忙着吃海鲜给你看 而且还说是28号开始吃 吃多久 有本事吃两年 吃两年给大家看嘛 对不对 结果现在说只吃一个礼拜 这太不够意思了吧 我们来看一下 南韩总统府现在说 总统府决定在我们餐厅 午餐菜单 天天提供南韩海鲜 为期一周28号起 希望我们民众消费 我们的安全海鲜产品 不要担心 你不要以为他是吃日本进口的 他是吃韩国的海产给大家看 那吃给你看什么用意呢 就是要告诉你说 韩国很安心嘛 对所以我刚讲说你有本事 你吃两年嘛 你每天吃嘛 大概两百多天之后才会到 是吧 所以来 日本应该送几条海鲜去嘛 对 那你韩国停我就停得更熟 就请岸田文雄快递给南韩总统 你席月 直接两个人连线吃播 连线吃播 直接日韩来连线 这两个跟猪猪猪猪狠 两个吃一边吃饭一边 对那次相当不错 对但我就说岸田文雄 好像还在睡 那有本事要不要也吃一下 好你看南韩总统府还说 他吃然后总统府餐厅员工 员工们今天也跟着在一起吃 但是韩国网友骂翻了 不仅仅是说这个 你知道渔民在骂 其实一般的百姓也在骂 韩国网友有的人说 记住了 尹熙悦是一个将人民健康 出卖给日本的叛徒 没有说走狗 但是说叛徒 好不知道哪里去 再来官员表演吃海鲜 对韩国的渔业毫无帮助 所以根本看不起你作秀 再来第三 这个看得心酸 普通民众根本吃不起海鲜午餐好吗 所以你还在那边吃海鲜 吃海鲜给大家看 然后我们就要问 帅将军 他们韩国的总统府的员工 包括尹熙悦是拿谁的钱 纳税人的钱吧 纳税人的钱 韩国老名很苦 你到民间去看 他们吃一般的料鱼很清淡 所以你在那里大吃海鲜 那个剥夺感更重 对不对 那现在渔民也是面临到困境 我看到他们新闻相关的报导 帅将军你知道他们好几个海鲜市场生意很冷清 像全罗南道水产业受到了冲击 韩国釜山最知名的海鲜市场 这个我去过 这个市场非常知名 很多游客 当地人也会在那边吃饭的 结果当地的店家甚至就说 现在生意很冷清 比311大地震那个时候还要糟糕 所以觉得很忧心 因为怎么办 然后现在也有报导 就说韩国越来越多渔船放弃出海捕鱼 在港口附近经营生鱼片店的商户 也考虑要转做别的生意了 再来家长也炸锅了 所以韩国教育部只好发公告 说韩国小学初中高中的食堂 通通不再使用日本产海鲜 他们宁愿自备便当 都觉得安心 帅将军 你想嘛 渔民转移也很困难 他一家的生计就这条船 这些通路 你现在通通卖不掉 这些人怎么办 而且这种让 我们人习惯生活里面 鸡鸭鱼肉 它是轮流来调节口味的 你这样少了很多东西 我跟你讲 我不要讲说那些海港 我在南大门还吃过 它那个活章鱼 有有 对不对 舌头里爬来爬去 吸住你的舌头 对 所以这个东西 韩国跟日本吃海产的 普遍性是蛮高的 那谁像你尹熙瑞 吃那种高级海产 对不对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抗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